鷹嘴豆米飯 飯跟飯糰 我們把火打開 我們平常去洗米 剛才美鳳姐有告訴我們 怎麼洗米 就是把米 來 把這個 這個已經洗好了 洗好的米 當然 我剛才有說過 在旁邊都洗 有的人用水就水 有人過濾的時候 都OK 我們用水 來水放 來水 這要多少 1比1的比例 差不多 我們兩杯米就是兩杯水 1比1比例 這樣你把它放下去 還有我們今天有一個鷹嘴豆 因為鷹嘴豆是比較難熟 就是很難熟 所以 我們把鷹嘴 同時放 這個鍋真的是很厲害 因為它用日本山上的 而且它耐熱性更高 然後差不多3分鐘到5分鐘 就會滾 兩個鍋 對 兩個鍋 我說這兩個鍋是什麼原因 妳有沒有發現它這裡有一個凹痕 有 這個凹痕就是說你煮的時候 萬不一 你那種鷹嘴豆 它會留在這邊 不會鷹嘴豆 因為我們煮稀飯或煮乾燥 有時候怕鷹嘴豆 鷹在外面 對不對 它這個做的技術是很好 而且它兩層有什麼功能 就是兩層它只有加高壓的功能 所以你煮出來米飯 它是從米心開始熟透出來 所以你米心是真的全熟 而且它又有遠紅外線 現在是要開火對不對 開火 白飯 開下白飯 白飯 等一下 小心 這手 可以嗎 我讓我先要味出現 好漂亮 它的原味就好好吃 對 就有甜味 你咬下去 鷹嘴豆是有甜味的 然後飯 有飯的米香有出來 鷹嘴豆有豆香 我不知道原味 鷹嘴豆這麼好吃 它這個 鷹嘴豆可以讓米飯更香 對 然後米飯現在 稍微再讓它 讓它稍微冷的時候 它整個比較熱 對 不同的口感 不同的吃法 還有那個飯 香味真的不一樣 那個飯煮起來的香味 真的不一樣 讓你覺得說真的是 從米心開始透出來 對 它是因為有遠紅外線 所以它那個透出來的香氣 是很細膩